你见过这么狠的黑帮老大吗 面对黑人马他混蛋 他人狠话不多 直接拿玻璃渣捅穿对方眼球 接着一拳下去 高自己一头的黑人就被成功KO 而老五虽然人狠 但面对兄弟有难时 他还是十分义气 在保护帮派老大出行时 他仅仅盯着没见过的陌生人 生怕下一秒就会蹦出个杀手 灭掉老大 这时一名可疑的酒保中途离开 原来是去准备家伙杀人 突然一声枪响 早已嗅到危险的老五 就已经除掉了麻烦 本来小人让小弟送老大回家 就相安无事 谁知老大却色心未死 转头就跑去勾搭女人去了 而下场就是 被埋伏的敌对帮派几枪灭口 而身为帮派骨干的老五 也面临着被对手追杀的危险 忠心的小弟们为了保住他 灭了个流浪汉冒充老五 接着给他换了新身份 去到美国重新生活 因为弟弟也在美国 他便一路打探到对方住所 等了一个下午 三个人影缓缓出现 其中一个男人叫了一句 大哥 这下可把旁边的两个美国人听傻了 你小子跟着我们在这贩毒这么多年 可没说你还有个黑帮大哥呀 而面对三人的谈话 老五却始终没有抬过头 这大佬的气场可真是十足 没过多久 弟弟的另一同伴小黑回到住所 只见其右眼带着眼罩 说自己昨天给人捅伤了 弟弟向其借上老五 小黑看到后整个人呆住了 这怎么那么像昨天捅伤我的人 但面对质问 老五却表示自己没干过这事 而弟弟也以日本人都长得一个样为由 让小黑不要太过纠结 可他心里总感觉不对 死死盯着老五大半天 晚上弟弟等人被毒贩催买毒品的钱 可对方不仅故意涨价 还给嘴硬的弟弟几巴掌 只见老五默默上前一拳过去 毒贩就贪了过去 而为了保护弟弟在这地盘生存 老五借了把手枪 打算带着弟弟指导黄龙 这日本人可真狠 他几枪功夫就解决了四名毒枭骨干 此时剩下最后一名毒枭 老五打去的让同伴小黑来处理 只要一枪干掉对方就给他使美刀 见小黑不敢 老五回头就一枪夺下了这片地盘 事后弟弟们都在担惊受怕 生怕遭到毒枭高层报复 这时传来敲门声 老五提枪戒备 谁知一开门 竟是自己的小弟家藤找来了 原来对方在日本混不下去 这才来到美国投靠老五 没过多久 身为毒枭高层的黑手党找来了 他们约谈老五 表示愿意将这片地盘交给他 可明明已经谈好了 老五却还是几枪灭掉了这群人 原因是其中一人骂了句 该死的小日本 而这趟下来 老五几人也发达了 香车美酒靓女统统拥有 几人帮也开始混得风生水奇 几万美刀的钞票 都是拿来做装饰用的 可到了这晚 小麻烦来了 老五被黑手党抓住 小黑本想开枪救人 结果第一枪就误伤有军 好家伙还想着一串二是吧 还好老五没有大爱 不然就变成一串三了 而在老五休养期间 有个叛徒偷了帮派财物 身为老五副手的加藤 便命令手下砍掉叛徒手指 可这么暴力的场面 这群外国人可没时见过 加藤也是个狠人 直接就上去砍掉了叛徒手指 而为了帮派的势力扩充 加藤打听到有个 掌管其他地盘的日本老大白赖 加藤亲自当门拜访 打算让其加入帮派 但不管怎么好说歹说 白赖就是不肯 事后加藤越想越不干 又自个儿找了回去 表示为了自己的老大 他愿意献上自己的性命 白赖一听笑了 便给了他把手枪 让他证明给自己看看 加藤二话不说 拿起枪对准脑门 直接扣下了扳机 白赖看傻了 他从没见过如此忠心的手下 随后他来到了老五的总部 小弟们见到他都难压枪口 而老五尽管坐一边面无表情 但仍然能感受到他的一度怒火 可为了帮派发展和加藤的遗愿 他们还是接受了白赖的帮派合并 这个黑帮大哥可惹不起 他可以连眼睛都不眨 就涂掉一只敌对帮派 可就是因为他的不计后果 惹火烧身 先是大佬老五的女人被抓获 老五单枪匹马去救人 可两枪解决敌人后 自己的女人也死在了乱枪之下 而白赖这一边也抓到了一名 要对其进行刺杀的男人 他二话不说 将两根筷子塞进男人鼻孔 接着一掌下去 而老五总部也遭到了敌对枪手伏击 几名核心成员全部遭遇刺杀 老五知道 这场和黑手党的战争正式打响了 而为了自己不被抓到折磨至死 白赖给小弟们一瓶药丸 说抓到就吞下去 保证能无痛死去 一旁的老五笑了笑 哼 完蛋了 咱们要完蛋了 可就在白赖准备驾车出去时 轰的一声 车炸了 为了替这个老大哥复仇 小弟们直接冲到黑手党的老巢 枪声与火光填满了整片荧幕 可对手也不是吃素的 这场战斗中 老五帮基本被歼灭 搭档也只剩下最初的弟弟团四人 尽管老五想带他们去避难 可黑手党仍然不肯放过他们 其中两人在回家过程被刺杀 小黑的家人也被灭口 而弟弟过于害怕自己先跑了 他回到总部 却看到黑手党用尸体摆出了个死字 现在只剩老五和小黑 没有一丝牵挂的小黑 决定替家人复仇 两人来到黑手党老大家外 因为党徒都出去清理老五帮 现在也只剩个守卫看守 两人打晕守卫溜进住宅 找到了一脸懵逼的黑老大 他们挟持老大来到郊区 接着老五将小黑带到一边 只听几声枪响 原来是老五为了保住小黑 不被黑手党寻仇 在黑老大面前 演了一出背叛戏马 老五将一袋钱交给小黑 并告诉对方 自己起眼睛 就是自己捅伤的 小黑风轻云淡的笑了 他其实早就知道是老五干的 两人相识一笑 互相告别 随后老五放走黑老大 独自来到一家餐馆 他想打给弟弟 但对方已经接不到电话了 没过多久 一群黑手党来到屋外 老五起身交给老板一笔钱 说那是餐馆维修费 最后他坦然走出门外 而迎接他的就是一阵乱枪 出来江湖混 迟早是要还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大佬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